我現在在廣東省佛山的高明區 高明區就是廣東省佛山市五個行政合區之一 在高明區這裡 很明顯人就沒那麼多 這條路的中間全部都是紫荊花 今天約了朋友在高明影 楓苓木和油菜花 你們看看這個攝影愛好者他們自己找的地方 景色多美 剛剛好昨晚下了一場大雨 很多花被雨水打了下來 所以現在看到的景色特別美 黃色楓苓花的花期真是很短 只有十多天左右 朋友說再不過來拍又要等多一年 真的每個人的愛好都不同 他們除了有自己的職業 還是攝影發燒友 這些攝影師不單單幫我們拍照 還要教我們如何擺姿勢 最搞笑的是他們兩位都沒有頭髮 教我如何擺姿勢 我又真的有很多攝影師朋友 如果你們在廣州或佛山 想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出去拍照 我就可以介紹不同收費標準的攝影師給你們 每一年都留下自己的精彩瞬間 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拍完風鈴木就過來吃中午飯 又是本地人大佬 燒味松林角 就是他們在高明食燒雞比較出名的地方 朋友說他們晚黑生意非常好 中午的客人亦不少 燒雞和大頭魚就是他們的招牌 這裏的燒雞就是即點即燒 68元一隻 選了九幾秒來煮湯 然後點了一個本地菜心 雞在燒之前要入味和風乾 風乾這道工序比較重要 決定燒雞那層皮吃起來化不化 魚池裏面大部份都是大頭魚 在這麼多條魚當中 我就見到一條紅色的魚 我還以為你是紅鯉來的 你的骨 你的骨不是欣賞你 欣賞你 身充充的 身充充的 頭沒那麼大 紅鯉是嗎 紅鯉 紅鯉 白鯉 但是錦鯉是紅鯉 頭充充的 我的骨 大鯛 大鯛 大鯛好漂亮 好大 好大 你這些是什麼雞來的 我這些 烤多久 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一隻 十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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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雞來的 這隻 六十八 六十八 九幾秒滾豬潤 九幾秒滾豬潤 九幾秒非常亂 豬潤 淡湯簡單得來有多好喝 鯛 蒸辣味 不是自己曬的 是他們入貨回來的 不過味道也不錯 炒池菜心 這裡的出品就是點營的大排檔出品 大份抵食不會太貴 白飯任裝 他們用的是高明本地自產的米 環保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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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刺激的食物 好吃 炸了不好吃 有剪刀 有剪刀 有吃雞的感覺 吃雞 剛剛出爐的燒雞味道非常不錯 一般用來做燒雞的雞 不算是靚雞 用來燒雞的雞 通常都會用脂肪比較多的雞 一般用的是三黃雞 比較肥的雞 燒出來才會覺得多汁 靚雞燒出來反而會柴 老闆養了很多隻狗 是金毛和拉布拉多 今天這餐220元 吃完午飯 接著再去拍油菜花 朋友跟我說最喜歡拍我著旗袍 他說身上有肉的女人 穿旗袍拍照才好看 我也不知道這句是讚我還是說我肥 不過高明的這大片油菜花 又真是好美 攝影師說 跟花拍照 最好要穿素色和淺色的衣服 不建議穿花的衣服 看看他們多認真 3月份就是油菜花開得最美的時候 你們又有沒有跟油菜花拍一些美照呢? 多謝朋友幫我拍的美照 拍完照在高明還吃了奶粉和水檸果 上一個視頻就有詳細介紹 我的高明一日遊就和你們分享到這裡了 我住在廣州 我喜歡分享我自己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吧